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亚里斯多德说是作为存在的存在 什么是作为存在的存在 这个问题太抽象了 那今天我们就来破解这个难题 今天内容有点抽象 可以先点赞收藏起来多看几次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介绍亚里斯多德的经典代表作 《行而上学》这本书 今天我们分享第四卷的内容 在这卷里面 亚里斯多德把哲学和其他的学科进行了区分 明确提出了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亚里斯多德是怎么说的 亚里斯多德说 这里存在着一种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 和根据自身的本性 而属于存在的属性的科学 它不同于任何一种特殊的科学 因为特殊的科学中 没有一个来自普遍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 他们分割出存在的一部分 并且研究这部分的属性 显然这里亚里斯多德区分了 哲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领域 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作为存在的存在 关于这个抽象的表述 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 这里第一个存在其实可以理解为存在物的存在 第二个存在可以理解为第一原因或者说本源 那么合起来就是 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存在的第一原因或者说本源 因为亚里斯多德在这篇的最后说 我们最应该把握的是作为存在的第一原因 其实在之前亚里斯多德也表述过 第一原因就是个别事物的本源 并且在总体上是整个自然的最高的本源 关于智慧的科学就是对第一原因或者本源 进行探究的理论科学 它在所有学科中占据最主导地位的学科 和从属的学科相比 它具有更大的权威性 所以作为存在的存在 可以简单理解为研究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本源 为什么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 是最根本的学科呢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当我们说这是一个苹果的时候 这里设计了一个是树的概念 属于数学研究的范畴 而苹果是一个物体 它的运动变化属于物理学研究的范畴 它的生物特性属于生物学研究的范围 但是要研究这些学问的基础是 首先得有一个苹果的存在 这里存在就是这个的意思 当我们把这个苹果相关的所有的属性都抽离掉 比如颜色 形状 味道 数量 这些属性抽离掉 就剩下一个纯粹的这个存在物 它就是这个苹果存在的本体 也是存在的中心 也是这个苹果存在本身 而研究这个纯粹的存在本身的学问 就是哲学 其他学科都是研究这个本体相关的属性的 他们都是建立在有了这个存在的基础上 才有可能展开的研究 所以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 是最高的 最根本的 最重要的学科 亚里斯多德称之为第一哲学 亚里斯多德认为第一哲学是研究这个存在的本体的问题 而其他的学科都是研究存在物分割出来的一部分 比如研究关于数的存在的是数学 研究关于医学的存在的是医学 研究关于声音的存在的是语音学 研究关于天体运动变化的是水天文学 研究关于物体运动变化的是物理学 而研究存在物自身存在的就是哲学 亚里斯多德认为哲学研究的是最普遍的存在本身 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存在物 存在是一切事物共有的东西 然后亚里斯多德进一步考察了存在和医流关系 亚里斯多德认为医和存在都是最普遍的范畴 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医也都是存在 比如我们说这个苹果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表达了这是一个苹果 其实也表达了这里存在一个苹果 这几句话其实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并没有增加额外的内容 所以存在和医同时是哲学研究的范畴 然后亚里斯多德还引出了 对概念和实体进行解释的学问 这也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概念和概念之间有不同的关系 比如相反的关系 对立的关系 矛盾的关系 因为我们在讨论存在的时候 必然会讨论到存在和存在之间的关系 几何学家们都不研究这些存在的关系 而只是假定它们存在 并根据它们进行推理 但是亚里斯多德认为 这些都是哲学所研究的范畴 而在这些关系里面 亚里斯多德重点讨论了矛盾和相反的关系 矛盾率是形式逻辑三大定律之一 亚里斯多德说 在我们的信念里面 最没有争议的就是 相互矛盾的表述 不能同时为真 这就是矛盾率 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 相信同一个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违反了矛盾率 矛盾率说的是 在一个思维过程里面 一个思维形式 不能既是又不是 它们不能自相矛盾 相互否定的思想 不能同时都是真的 就像巴蒙尼德说 存在者存在 非存在者不存在 在矛盾的两者之间 只能是非此即彼 不能同时为真 亚里斯多德说 任何事物要么存在 要么不存在 如果违背了这个定律 说同一事物 可以同一时间 既存在又不存在 这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然后亚里斯多德 借用了这个定律 或者这个概念 批判了哲学家 普罗泰格拉的观点 普罗泰格拉说 人是万物的尺度 亚里斯多德认为 在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种思想里面 就运含了一种主观主义的思想 对同一个事物 不同的人持有相反的观点 或者说意见 都是可以为真的 比如有的人觉得 一种食物是甜的 有的人觉得是苦的 那么这个食物 到底是甜的 还是苦的呢 亚里斯多德认为 这种把感觉知识 看成客观真理的说法 是不对的 这样就会让我们 把追求真理 像追逐飞鸟的游戏一样 亚里斯多德说 真理和表象是不同的 不是所有的表象 都是真实的 正如我们在远近 不同的时候 看到的颜色和大小 是不同的一样 在亚里斯多德看来 真理是具有普遍性 和必然性的 但不可能 一会儿是这样 一会儿又不是这样 亚里斯多德这种真理观 后来被称之为 真理符合论 那同样 亚里斯多德还用这个定律 批判了 德默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 还有阿拉克萨格拉 等人的观点 认为他们的思想里面 或多或少都存在 相互矛盾的地方 他们的理论里面 有时候强调 没有事物是真实存在的 有时候又强调 任何事物都是真实的 所有的事物 既是真的又是假的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正如亚里斯多德说 相互矛盾的事物 不可能同时为真 另外 所有的事物 也不可能同时是假的 好了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这卷的内容 在这卷里面 亚里斯多德 其实重点讨论了 两个话题 一个是区分了 哲学和其他学科 研究对象的不同 哲学研究的对象 是作为存在的存在 哲学是探究 存在物存在的本源 和原因的学问 这是这一卷里面 非常重要的内容 亚里斯多德定义了 哲学这一学科的范畴 然后亚里斯多德 还引用了大量的篇幅 来讨论矛盾和相反的关系 指出相互矛盾的事物 不能同时为真 由此他也批判了 之前几位古希腊哲学家的 思想还有观点 认为他们的思想里面 或多或少都存在着 很多自相矛盾的说法 好了 今天内容就这些 如果喜欢的内容 请点赞收藏 并持续关注 保持同步学习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